這個衛生組織 由於發出警告公傳 求軍人的所在的新冠疫情 有起來出色 國內醫生就表示 新冠病毒 幾個月 就有新的變症 領帶感染的檔案 建議說這個疫苗也開始 除了後 最好 再出一句 國內新冠疫情起床降機 根據疾患數上新的降息 最近這天平均 每天新增加四十五例 上禮拜每一天平均新增加八例 希望 比前一禮拜十五例 降級百分之四十七 雖然最近國內疫情完好這麼多 不過世界衛生組織 還在發出警告 專給很多所在的新冠疫情 有新冠的出色 這位國界 專給目前有過十萬人 因為新冠疫情控所人煩惱 再來醫師也說 新冠是一種冠中病毒 它的結果不太穩定 整個月就有一個新的變症 稍微讓感染的情形很濟快 尤其是在冠季變冷的時候 會讓病毒的準劃率扭動 呼吸道病毒都是在秋冬天容易流行 所以未來在秋冬天可能所有的病毒都會有上升的趨勢 包括新冠在內 根據一關數的統計 白症本土跟經驗醫療的新冠個案 也是XBB變野毒降臨19-19-19 為了營養秋冬可能會有新冠疫情 又再來 接關數也幾個XBB的廟 照片九月第二就開始抵達 老人是因為說 免疫本來就是比較退化了 那是所謂的脆弱族群 然後胸性也比較萎縮 然後T細胞比較不能夠去記憶 過去所感染的疾病 所以當然也建議說 這些有醫美的技能去施導 醫書表示 眼前包括新冠跟流氤這些疫苗 都是和對上新的病毒複裂 去進行製作 稍微可以友好對控 建議民眾最好可以再做一次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秋冬除了新冠流感以外 也還有學習到英學病毒 對英雄兒和小孩子也是有危險 家長要特別注意 記者綜合報道